就正常去整理房間 然後進房以後就是看起來都是正常 但是棉被掀開來以後就是照片看到那樣 就是床上都是血 最誇張的就是還有用過的衛生棉 然後就是整理的同事就是打電話去跟他告知這個事情 然後他的態度就是我們前出過的飯店都沒有怎麼樣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對他 然後也沒有說也還沒提到說收取賠償 或是說要怎麼樣 然後他就很生氣說那不然你告我 對啊 那我們其實也是就是 就是覺得說是我們做錯事嗎 對啊就是反正就是他很生氣 然後就不了了之啊 對 只能這樣 沒有辦法處理